疫情相关就是中研院P3实验室研究助理染疫指挥中心下令中研院10天之内 必须要提交报告 而今天指挥中心公布了报告指出 内部调查发现三项感染暴露风险因子 包含第一项实验室存在环境的污染 而且在实验动物操作时也没有在生物安全柜中来进行 脏电料直接至于没有封口的袋子 也没有放置在加盖容器当中 第二项是包含了确诊个案还有其他实验室的人员 都藏经只穿着一般防护装备来进行实验 第三项则是确诊个案在解除防护装备过程中 先行脱去口罩 显示在实验过程中SOP诸多的违规 另外这位研究助理到底是怎么感染的呢 中研院也归纳出三种可能传染的途径 包含了呼吸道直接暴露 手套表面 因为直接操作了染疫动物被污染 还有个案又在脱防护装前先脱了口罩 可能因此接触口罇而感染 最后则是在防护装备外层 在操作区遭带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的污染 同样是因为脱卸装备时跟SOP不符造成的感染风险有关联 我当然来关心了 今天的本土案例虽然是加零 但指挥中心表示说有民众之前 被验出PCR阳性CT值超过了30 被送到昆阳实验室复验室阴性 目前等待第三采结果 如果是阳性 就会被列入是本土个案 土病例 有一名是疑似 那我们现在还在判定中 不晓得可以请教一下 他的状况是如何 基本上大概我刚才提到有一个疑似 就是说他有被剪出是阳性 不过原剪体 因为他CT值相对的 CT值相对的高 所以一般我们对这都会做复验 那在我们昆阳复验的结果是阴性 然后本身他血线上的 的那种检查也都没有这些抗体的一些产生 那在第二次采检也是阴性 那我们现在的决定就是说 那现在我们还会再验 再验如果是阴性 那我们就会不列案 但如果是阳性 那当然就需要列案 我们再进一步的一个判定 他是在哪里被验出来 然后他或者是他身边接触者 有没有相关的可能染疫的地点 他是不是一个旧案 大概在就说 应该这个案子是比较是怀疑 就是说这个检体上面 检验的问题比较多 并不是这种旧案 因为抗体上面都是阴性的 那他的周围的人也都验过 那都是没有 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 我想还再谨慎一点 才来决定 国内新增11位境外移入个案 染染 其中实例是突破性的感染 而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要值得关注 在案例中 有一位本国籍十多岁的小女童 她打了一剂的AZ 两剂的BNT 但是仍然确诊 这最新的消息先提供给大家 也就是说接种了三剂 还是确诊 不过指挥中心公布了第三剂 疫苗专家的建议 对象是18岁以上民众 还是以跟第二剂 近隔五个月作为主 而厂牌都可以来自由选择 只有Mordina需要打扮剂量 其中的四类族群建议 要优先来接种 而在第二剂也宣布混打全K 高端可以混打NRNA的疫苗 CIP对于这个追加剂 的接种的建议 对象是满18岁以上民众 均建议应接种追加剂 那基本上有几类对象 但希望他们能够越招打越好 不过我们基本上是 全部人都可以打 那本来要讨论 是不是要缩短时间 不过CIP委员的建议还是以五个月 间隔第二剂五个月 那至于在追加剂相关的厂牌 但是基本上 我们都建议都可以 所以Moderna BNT或者是高端 都可以 那有莫德纳是要打扮剂量 BNT跟高端是全剂量 那只有在接种原来这些厂牌有 不良反应者 经医师的评估后 可考虑接种A剂的疫苗 那专家 根据相关的一些报告 跟他们的专业 也对于就是说 打第二剂 基本上他提出建议是建议 以同一厂牌的 疫苗完成两剂的接种 但是想要混打 也没有特别强制的限定 限定都可以 只有时间上的不同 所以第一剂是打的是AZ的话 他可以第二剂可以打莫德纳 BNT高端 那这间隔至少是8周 那莫德纳或BNT 他可以接种不同厂牌的MRNA 换句话说 这可以打莫德纳或打BNT AZ高端 那间隔只要4周 屏类的